哈囉大家好 我是Tommy又見面了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款 是魔力寶貝新世界 是S1社魔力寶貝20週年的全新立作 唉 原來已經20週年了嗎 我今年29歲 從我9歲的時候 玩魔力寶貝1.0 魔攻傳奇 一路玩到差不多3.0吧 是後來上了國中之後才越來越少玩喔 如果你有看過我在DC宇宙 也就是我們團隊的頻道 裡面的一些聊以前而時回憶的環節喔 你一定也就知道 這款遊戲是在我心目中 非常重要的一款RPG 幾乎陪伴了我整個小學的遊戲過程喔 所以呢 今天非常榮幸 有機會可以來體驗一下 魔力寶貝新世界的測試服 那既然身為一個20年的魔力老粉 我將會用最嚴格的標準 來審視這款遊戲 畢竟呢 這個遊戲真的在我的回憶裡面 占了非常重要的一塊喔 而且 說實話 這一檔工商也是我入行以來 接到最開心的一款工商了 好的 那在開始之前呢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導 沒錯 就是我們魔力寶貝新世界的這個預約頁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只要輸入我們的手機號碼 就可以獲得一個永久起丑 按讚粉絲團呢 可以獲得一些素材喔 自選寶石袋 銀幣288888 還有4級寵物技能書禮包 眾所皆知 魔力寶貝的寵物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如果是在這個商店預約的話 還會加碼送 限定造型10連抽 還有港台限定稱號 以及零名稱設計的面試 還有100萬預約的大禮包 希望在這個遊戲到時候正式上限的時候 預約是可以突破100萬的 總而言之就是現在馬上進入這個預約頁面 把所有的東西都點一點 到時候遊戲正式上限的時候 就會有非常非常多東西可以拿啦 那我們馬上就進入遊戲吧 先來到這個創角環節 喔呦 這個經費 總共有6個 那都是1.0的角色啦 大家看的應該都蠻眼熟的喔 這個中國風的女角 力 還有這個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 醫生啊 這個背衣 這個有這個有 露比 他叫烏魯 看板狼啊 希恩 這個大家應該最熟悉的 這個猛子 大家熟悉的星美 過了20年 大家都變好看了 最後是這個 凱茲 但我是比較習慣叫他這個梅茲啊 那這邊我們就選一個露比吧 有喔 一開始這個動畫 哎呀 我們玩家被召喚啦 哎呦開啟者 整個回憶都湧上來了 我們一開始應該會先過一個新手任務啊 哎 這邊有很貼心喔 是否有玩過魔力寶貝 好 我們這邊選一個 老玩家也不要裝菜 好不好 喔 他這個 會自動跟著跑耶 直接來到這個 李謝里亞寶 等一下要去找國王 接見之間 然後他應該會跟我說 我不是開啟者 開始我們的冒險 嘖 喔這個轉場 都是滿滿的經費 然後這邊我們會拿到賞賜狀 然後要再去那個 旁邊 跟他淋寵物 我們可以選擇 小蝙蝠或是死魔對吧 OK 我們可以選擇一個 死魔 喔 加入我們的夥伴 那在魔力寶貝新世界呢 一開始總共有六個職業可以做選擇喔 有弓箭手 魔術師 劍士 傳教士 戰斧鬥士 還有咒術師 那這六種職業呢 也有以前PC版 令人非常懷念的技能喔 像是弓箭手 一定要有的 就是這個 亂射 魔術師的部分呢 就是剛好 四種屬性的魔法喔 風刃 火焰 冰凍 陰石 然後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陰石喔 直接砸一顆下來 隨著我們等級變高喔 這個陰石也會越來越大顆 劍士的部分呢 就一定是連擊了喔 而且連擊在魔力寶貝新世界的版本喔 也分成了破跟5 然後還有這個比較新的技能 迅速果斷 傳教士的部分呢 最重要的就是補血了喔 然後還有角色陣亡的時候呢 一定要有這個氣絕回復喔 戰斧鬥士的話 一定是這個乾坤一職喔 非常經典 完全追求一個低命中 高爆發 然後也有比較新的技能 像是這個 戒礁戒兆 雙戒 會有一個超級大風車這樣 然後還有這個殘影 帥氣到不行 咒術士的部分呢 就比較像是這個 debuff的部分喔 像這個 超強石化魔法 如果真的使用成功的話 可以讓敵人直接完全不能動喔 持續三個回合 這個施法的音效 是不是讓你非常懷念 以前還有什麼 攻西攻反啊 也一定都是會有這個音效出來 那目前呢 總共可以選擇的就是這六種職業喔 那我自己也非常期待啊 我以前很喜歡的忍者啊 又或者是格鬥家喔 可以在未來的更新裡面出現喔 如果有什麼你以前很喜歡的職業啊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熟悉的一些場景喔 這個是 陳東醫院 哇 這個東醫 跟以前記憶中一模一樣 這邊有一個護士嘛 然後我們可以走到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醫生 可以幫我們恢復狀態 雖然說 他是血醫生沒錯啦 不過他變成女性了 整體而言 他的整個格局 跟20年前也是一模一樣的喔 然後走到我們的東醫外面 哎呀 這不是我們的老朋友 阿萌嗎 專管稱號的阿萌 來我們來跟他聊一下 獲得聲望稱號 看你最近的表現 我給你個稱號 來是什麼 點開我們的右上角 稱號 哎呀 獲得了我們 泥南的歌聲啦 各位 很熟悉吧 然後這邊偷偷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秘訣啦 我們跟阿萌對話的時候 點選中間這個秘語 然後在這裡輸入 稱號 發送給他 秘語正確 哎 他就會送給我們一個 阿萌的大禮包啊 給大家看一下 阿萌的神秘禮物 啊 獲得了一個新的稱號 被阿萌聯名的人 好 看起來也是相當不錯 至少過了這20年 我們阿萌學會如何安慰別人喔 再來呢 因為在20年前的舊版魔力寶貝裡面 是把所有的採集 生產 還有戰鬥 都是劃分的 非常非常細的 挖礦的 就是專門挖礦的 做武器的呢 就是專門做武器的 做藥水就是專門做藥水 其實把職業分得非常細喔 所以除非你一個人要培養非常多隻角色 要不然呢 就是只能找三五好友 才有辦法完成 你在一個遊戲裡面所需要的所有東西喔 那在現在的魔力寶貝新世界 已經把這種東西整合優化過了 所有的角色呢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 是一個戰斧鬥士 我已經學會了我的戰鬥職業 那有一個生活技能的部分 就包含了所有的製造 還有所有的採集 所以跟以往比起來 現在是非常方便喔 玩家只需要有一個帳號 就可以自己自主喔 那我覺得也是因為時空背景不同啦 現在也沒辦法像當初端遊那樣子 花那麼多的精力了喔 那麼以符合現代人的遊戲速度啊 我覺得這樣子的改動喔 是非常貼心的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直接讓我們的角色 欸 點一下這個挖礦 喔 它就會自動移動 我們就可以走進這個在法蘭城西郊外面的 國營二次坑道 喔 這個也是非常回憶的一個場所啊 那現在呢也很方便 喔 我們角色會自己動 完全符合現代人的節奏啊 如果現在的遊戲喔 沒有這樣子自動的功能 很多人是玩不下去的 那當然我知道很多人一定還是很懷念那種團結合作的感覺喔 所以說呢 雖然生活技能得到了一個優化 但是遊戲裡面一樣有這個家族系統 可以在家族活動這邊有一個家族委託喔 那像我們就可以發布委託 選擇我們需要的物品 比如說我要一個三級的雙刃斧 然後我就可以發布我們的委託 讓其他的家族成員呢來幫助我完成取得我要的武器喔 那這個也可以讓一些進度比較快的玩家 來幫助一些進度比較慢的玩家 而且也一樣有以前那種團結合作的感覺 這邊呢再跟大家分享一個魔力寶貝新世界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系統喔 就是在畫面的左邊有一個交易行 點進來呢就可以搜尋你想要的裝備又或者是寵物 那在這個搜索呢也可以調列非常非常細節的條件喔 幫助你去搜尋你所想要的裝備跟寵物 那其實在現在這個年代啊 很多以前的MMORPG IP 轉成手遊之後呢 都會去限制很多的裝備還有寵物 都是跟你的角色是綁定在一起的 那我覺得這個在一定程度上喔 其實限制了玩家之間的流通性 還有就是有一點逼客喔 就是必須逼你一定要課金在你這個帳號 才可以去加強你的角色 那我覺得在魔力寶貝新世界裡面 這樣子的交易行的模式呢 其實是變成說喔 可以讓一些比較有能力的玩家 去幫助一些比較沒有能力的玩家喔 也可以讓進度比較快的玩家 來幫助進度比較慢的玩家 其實是相當不錯的喔 比起裝備跟寵物 綁定在同一個角色上面喔 我覺得這樣子的方式呢 其實是更能增加玩家之間的互動性的喔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買這個 死多克之界 喔我們就給他按下購買 花了我們240金幣 那還有一個我目前體驗下來最喜歡的系統喔 就是我們的夥伴系統 說實話以前的端遊 你必須要找其他的網友 才有辦法組成一隊去練功 或者是說去解任務嘛 那在現在這個魔力寶貝新世界的版本啊 為了讓玩家可以自己一個人 就可以享受到這個主線的劇情 所以呢在遊戲的設計上 我們是可以自己找其他的夥伴來組成一隊的 那我覺得這個也比較符合現在的時空背景啦 那這邊呢我們可以看到 一樣有非常多的職業的夥伴喔 這些夥伴啊 除了有以前的NPC以外 也有一些你非常熟悉的角色喔 像是一開始我們就看到這個艾露喔 就是1.0的角色 然後後面還有這個阿咪 這個阿咪也是1.0 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角色喔 都有這個重新3D建模過後 非常非常的精緻化 然後他們的職業都是劍士 特別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戰斧鬥士這邊 1.0的伯克 這個大家應該非常熟悉 然後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在伯克旁邊的這個 歐茲納克 也就是我們的熊弟 沒錯 超級帥 寵物系統絕對也是魔力寶貝裡面 非常經典的一環 那在這個魔力寶貝新世界裡面 我們點開寵物欄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寵物 其實它在後面呢 都有刮好它的檔位 比如說我這個黃蜂 就是115分之110 等於說它是減5檔的喔 距離我們的最完美 只差5檔 那其實這個減檔系統 也算是在端遊的時候啊 比較中後期玩家才開始發現出來的喔 在我自己最早的回憶啊 也就是我小學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人在那邊算檔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要抓1等的寵物會比較好 那也因為要抓1等的寵物啊 所以在舊版的端遊 除了你要有寵物的圖鑑 你要準備好封印卡 最好還要找一個封印師 然後呢 你還要去記住 譬如說像黃蜂 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地圖的坐標 可以遇到1等的黃蜂 這些細節呢 都是你要必須 額外花時間去做功課的喔 那在我們的魔力寶貝新世界裡面 非常的方便喔 我們就直接在圖鑑這裡 譬如說呢 我們現在想要抓這個1等的大地鼠喔 我們就點進這個頁面 然後選擇右下角的封印 然後我們的角色呢 就會自動傳到 可以遇到1等大地鼠的地方 然後角色也會自動巡邏 這個時候我們就只要掛機等待就好 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呢 在這個掛機的過程中喔 就可能會遇到這個1等的大地鼠 然後就可以自動幫我們封印了喔 喔 有了有了有了 遇到了遇到了 1等的大地鼠 欸我們這邊 唉唷 很順利喔 直接封印成功 哎呀 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哇喔 寵物獲得 珍貴 好的 介紹了這麼多系統之後呢 除了主線劇情的推進以外呢 一般日常的玩法裡面 也會有這個 主隊打Boss 練功的環節 那包含了以前在端遊的一些經典Boss啊 不論是什麼 陰影啊 熊弟啊 甚至是 更之後的牛鬼 還有更之後主線劇情的Boss 也都有辦法讓玩家們 可以互相主隊來挑戰喔 那我們這邊就來挑戰一下 我們這個陰影 主隊的方式呢 也有這種便捷組隊 讓我們可以去找其他玩家 然後可以去設定喔 我們這個等級限制的需求 好 經過一段時間的匹配 我們已經找好我們的隊友們了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呢 已經變成跟以前玩遊戲一樣了 會有四個人跟在我們後面一起跑 那我們就可以來 跟這個陰影 PK 有喔 這個BGM 也是非常經典的打Boss的BGM 好了 經過了一番努力喔 終於是打完了我們這個 經典Boss陰影啊 說實話 這個跟一般主線的難度比起來 我覺得是差超級多的 非常有挑戰性 不是那麼輕鬆就可以推過的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魔力寶貝新世界的體驗分享啦 身為一個20年的魔力寶貝老玩家 雖然說中間沒有玩過其他重製版本 又或者是手遊版本 但是對於這一次的魔力寶貝新世界 我是給予非常高度的肯定的喔 真的非常還原 完全把我的回憶都勾起來了喔 不論是城鎮的場景 又或者是角色 甚至是Boss 還有所有的音樂啊 所有的細節喔 我覺得都有得到一個跨時代的優化喔 對於現在的時空背景啊 這款遊戲喔 絕對是符合 從那個年代一路長大到現在的大人喔 我特別喜歡遊戲裡面的一個部分喔 我這邊點開右下角 在這個旅人制的部分 裡面呢有一個滄海思宜喔 那在這邊有一個地理的部分 像我們現在有這個亞特流村嘛 你就可以看到新的原畫 跟舊的原畫到底差在哪裡 喔 基本上還原度真的是非常高 而且你也看到了一個跨時代的進步 所以對於魔力寶貝新世界呢 我是非常滿意的 就像我片頭所說的 我是非常嚴格在檢視的 說實話 目前體驗下來我是非常開心啊 也非常期待之後在這個正式服上線的時候 可以跟大家一起同樂 那麼關於這次魔力寶貝新世界 你有怎麼樣的看法 跟以往的魔力寶貝作品比起來 你又覺得有什麼樣的不同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告訴我 魔力寶貝20週年全新立作 魔力寶貝新世界已經開放預約啦 高精度3D重構新法蘭城 雙語配音開拓魔力全新體驗 滿檔神寵全靠抓 自由交易輕鬆致富 10萬人超大福 手機PC跨平台唱完 立即預約就送限定奇寵 台港澳專組稱號以及永久外觀 我是Tommy 全新冒險 法蘭城見 魔力寶貝新世界 立即預約送限定奇寵